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埃及人的家中 耶和华与他同在 他就摆势顺利 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 又见耶和华是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 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 伺候他主人 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 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 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 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于那埃及人的家 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 波提法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 除了自己所吃的饭 别的事一概不知 约瑟原来秀雅俊美 这事以后 约瑟主人的妻以慕宋秦给约瑟 说 你与我同寝吧 约瑟不从 对他主人的妻说 看哪 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 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 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 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 只留下了你 因为你是他的妻子 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 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 约瑟却不听从他 不与他同情 也不和他在一处 有一天 约瑟进屋里去办事 家中人没有一个在那屋里 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 说 你与我同寝吧 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 跑到外边去了 妇人看见约瑟把衣裳丢在他手里 跑出去了 就叫了家里的人来 对他们说 你们看 他带了一个希伯来人 进入我们家里 要戏弄我们 他到我这里来 要与我同寝 我就大声喊叫 他听见我放声喊起来 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 跑到外边去了 妇人把约瑟的衣裳放在自己那里 等着他主人回家 就对他如此如此说 你所带到我们这里的那希伯来仆人 进来要戏弄我 我放声喊起来 他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 跑出去了 约瑟的主人听见他妻子 对他所说的话 说 你的仆人如此如此待我 他就生气把约瑟下在尖里 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 于是约瑟在那里作奸 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 向他施恩 使他在思域的眼前蒙恩 思域就把间里所有的囚犯 都交在约瑟的手下 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 都是经他的手 凡在约瑟手下的事 思域一概不查 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 耶和华使他所做的竞斗顺利 约瑟被卖给伊什玛利人以后 又被卖给了埃及 并且卖给了护卫长波提法 约瑟被这样经过多次的买卖 成为了奴隶的身份 这对约瑟来说 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道路 他也不知道 这样的人生会什么时候结束 结果到了波提法家里 地位好不容易提升了 并且成为了管家 却被冤枉入狱 这对约瑟来说 是一次又一次的苦难 与冤屈 约瑟到了波提法家里 神就因为约瑟的缘故 祝福波提法家里的一切 并且波提法能够看见 神与约瑟同在 在这里 神的同在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耶和华的同在 约瑟做什么都非常顺利 因此约瑟也成了管家 家里的一切 都交在了约瑟的手中打理 我们基督徒其实在这个地上生活 也是周围人的祝福 我们也常常尽职尽力地 完成我们手中的工作 让周围的人看见 神与我们同在 并且因为我们进入到那家公司 那个公司也会蒙福 我们无论在哪里 都把神的灵在带出来 我们也是神管家的身份 其实这里我们看到约瑟的 尽职尽责 他所做的每件事 都是为神而做的 因着为上帝而做的心态 他也成为了一个非常忠心的管家 他所做的一切 都非常蒙上帝的赐福 并且周围的人 也看到的时候 也知道这是神的恩典 神的同战 并且也给周围的人带具安全感 他所经手的 伯提法都非常的放心 格林多前书四章一到二节说 人应当依我们为基督的执事 为神奥秘式的管家 所求于管家的 就是要他忠心 上帝有一天要大大的使用约瑟 因此他先让约瑟在伯提法家中 学习管理的功课 因为有一天 约瑟要管理一个国家 马太福音 二十五章二十三节也说 主人说 好 你这有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 我要挂许多的事派你管理 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神今天给我们的每件事 都是在操练我们的忠心 我们对人的忠心 也是对神的忠心 有这样一个故事 1453年在法国 赢得了英法百年战争的最后胜利 完成了民族统一的大业 国力日益强盛 素来追求时尚和热爱艺术的法国 王公贵族开始大量订购 奢华贵重的钟表 以彰显其身份尊贵 法国钟表匠人首先得到这样的展示 不断地创造出令人炫目的精美钟表 随着1517年 马丁路德发动的风起云涌的宗教改革运动 席卷了整个欧洲 法国的基督新教 胡歌诺派和天主教之间爆发了宗教战争 斗争中遭到逼迫的胡歌诺派 他们纷纷逃离法国 投奔了定居在瑞士日内瓦的另外一个宗教领袖 就是贾尔文 当胡歌诺派到了这个日内瓦的时候 他们就被问紧 你们从前是做什么的 他们说 我们从前世世代代都是做钟表的 那么你们可以继续做你们的钟表的职业吧 正巧逃难来的这些新教徒中 不少都是做钟表的 他们就为当地人带来了法国制造钟表的技术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瑞士手表 其实我们今天不需要做特别的事情 只需要明白现在你能做什么 会做什么 其实上帝给我们的托付并不是好高骛远的 而是非常实际的 在我们人生的每个阶段 我们所做的工作也会有不同 虽然约瑟非常的忠心 但是却被菩提法的妻子引诱 因此约瑟不但对菩提法的忠心 他也对上帝的忠心 他拒绝了引诱 并且不是约瑟的错误 却带来了更大的苦难 就被送入监狱 被冤枉 虽然约瑟经历这么多的苦难 但神依然与他同在 因此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他虽然进入到监狱里面 但他继续的忠心 做监狱里面要做的事情 透过今天经文鼓励我们 忠心的做神 托付给我们现在要做的事 并且为神而做 并且不但对人忠心 也对神忠心 虽然人看不见 但是上帝是无所不在的 我们的一举一动 他都知道 因此我们需要 每天在神的里面 忠心圣洁的度日 愿上帝祝福大家 我们一同来安静祷告等候神 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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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大家